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给你的 你看 好漂亮啊 这首歌我最喜欢了 我找了很久了 这么经是一定很贵的 最近你每天那么晚回来原来是 我去加班嘛 不然哪儿有钱买呢 不过没关系 只要你喜欢就行 福荣 你来广州这么久了 我什么都不能给你 还要你说那么多苦 其实 你应该是广昌龙的三少奶奶才对 没什么 我不觉得辛苦啊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我已经很满足了 福荣 不管怎么苦都没关系 最重要是我们不会分开 嗯 来 生日快乐 谢谢 搞什么呀 三点两团都挺厉害的 别骂了房仲太太 快点灯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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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肚子好 你怎么了 怎么了 真的 我 初容 真的 我出来了 我 初容 你说的 杀 杀 小姐 我 让你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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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广昌龙的三少爷陆运广 跟一个歌女小芙蓉 两个人从香港私奔到广州 居然离奇中毒 结果小芙蓉身亡 而陆运广却在留院期间失踪 从此香港的广昌龙这家粮食店 就不断传出闹鬼的事情 皆知相闻 相信老一辈的人没有人不知道 在二十五年之后 一件更不可思议 耸言听闻的事情发生了 广昌龙 多有名气啊 明山还有五百斤一级干腰柱 八十斤海参 六十斤花椒 还有这个一百档的一级四秒米 和五十斤刚好 大白航定六十斤 还有一百十斤花椒 冬香还有五十一 冬香还有五十一 大肠的五十二一级红米 六十斤五十多 二十斤刚好 四秒五十斤刚好 干啥呢 还有二十斤处理好呢 快快快快 快点出去啊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 新娘三百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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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那边 放那边啊 快点 老兄 老兄 我叫徐大广 今年二十五岁老家南海 我是来应征的 好 顺人说 有人来应征啊 放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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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徐大广 今年二十五岁老家南海 我是来应征的 我叫徐大广 今年二十五岁老家南海 我是来应征的 三老板 三老板 老板啊 这位就是三老板 三老板 他就是三老板啊 三老板 三老板 你真会看外界 二老板 有人来应征啊 顺叔 这种事你做主好了 不行啊 你出去看看再说吧 好 好 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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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老板 对啊 对啊 三弟 好 三弟 真的啊 怎么长得就不一样了 怎么长得就不一样了 三弟啊 我叫徐大广 今年二十五岁 老家是哪里 南海 在哪里出生 广州沙河 我七岁那一年 就跟着我妈来香港了 那么你小的时候 有没有听过人家说陆运广的名字啊 有啊 哦 我八岁那一年 外面一场大风 结果把我们的房子吹塌了 幸亏有陆运广基金呢 不然的话 我跟我妈都睡在大街上了 你不介意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令寿堂 是不是只结过一次婚呢 当然结过一次婚了 你介不介意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是你妈生的是吧 是不是啊 这个还用问吗 我当然是我妈生的了 从小到大 那些左邻右舍和亲戚 都知道我跟我妈一个长相 怎么会不是我妈生的呢 可能长得相似罢了 怎么会这么像呢 就是啊 介不介意我问个问题 我只是来当个小公嘛 是不是还要查背景啊 不是不是 对不起 老老说你的样子 真的很像我失散多年的三弟陆运广 是啊 我们是关心 问一问看看你会不会是他的后人 如果是就好了 还用得着跑来当小公嘛 介不介意再问个问题啊 问吧 你问题问完了 到底请不请我啊 请 一定请 阿公 你好好的坐 我会的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娘 进来 二老爷 账布 谢谢你福布 福布 他不是三少爷 不过样子真的很像三少爷 他说我刚起来的叫阿广 代替你做事的 你这长相啊 真的完全是一模一样啊 我真的那么像你们三少爷 是啊 不过长得虽然像啊 可惜你命不好 又有什么用呢 哎 年轻人啊 嗯 在广昌龙硕市 有些规矩你一定要记住 嗯 在店里边 千万不要谈神 不要论鬼 嗯 因为昌老板不喜欢 嗯 还有啊 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管听到什么声音 你都不要管 蒙头大睡 为什么啊 反正我说呢 你就听 别那么多事 嗯 哎 福伯 啊 你们广昌龙的工人 都很相信那种事啊 什么事啊 脏东西 不要胡说 告诉我没关系啊 我不爱传话 要不是有那个 工人怎么会大白天 烧纸琴呢 嗯 年轻人 有些事情呢 不要问 不知道 比你多管闲事呢 要好得多 嗯 阿广啊 嗯 你竖起耳朵来听着啊 广昌龙有两个地方 老板不叫你 绝对不能进去 嗯 第一个 就是外面的二楼 以前呢 广老板的办公室 第二个 就是这个阁楼 哇 这里也说不能看 那里也说不能去 藏了黄金啊 你不要管那么多 反正我说 你就听着 嗯 免得以后有什么三长两短 埋怨我不早告诉你 嗯 福宝 你很认真的 走啊 我听老人言 吃亏在野田 福宝 福宝 外面有个搭棚子肚子疼走了 我们人手不够 掌柜叫我来找那个新来的阿广 出去帮忙 哦 哎 一定是你了 有一趟啊 搭棚子也会 这不就是福宝 这不就是福宝说的阁楼 哇 真豪华 有留生机 有洋妞帽子 怪不得了 福宝不准我上这别楼来看看 你看 你 真不赖啊 这快 刷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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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咱俩 快点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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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快 快 快救他 快帮忙 快帮忙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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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走着 你这么高摔着 还能活着 真是个福气啊 好 您休息一下吧 真好目净 真是 什么事啊 发生什么事了 他刚才从上面摔下来 幸亏那个广子救了他 你站住 还跑是吧 别跑 别跑 没那么笨 叫你别跑啊 过了我追关再说 帮我拦住他 拦住他 我怕你不撤 拦住他 拦住他 小姐姐 你只会喊不要跑 就会喊 抓紧啊 我喊习惯了吗 大栋总 站着 看球 我的妈 什么人 什么人 大头狗 你想死 帕老爷 老爸 三六九 连你们两个都陪着疯啊 他自己要玩的 我叫他不要玩了 快说 快说 我巡逻经过 他拉着我的 你们知不知道 男人不做事没出息吗 我不是不做事 我要上班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好啊 你说 你这次是头痛还是肚子痛啊 你听我解释啊 你 今天我第一天上班 我去广城龙 大公司 我在第一天上班 他们就叫我搭旁 我当然听了 就去搭旁了 搭搭搭搭搭 应该不小心摔了 我摔下来 把屁股摔着了 好疼啊 老板好心啊 给我两天假计 所以我就回来了 碰上他们 儿子 我求求你啊 天大地大 你问问你自己 做过多少份工作 脚趾手指加起来 都不够你数的 没有一次能拿到双凉 我跟你说啊 小舅母这次花了不小的心血 才求到贱人馆的人 推荐你去广城龙做事 如果这份工你也做不长 我一定帮你妈 把你头拧下来 行了 小舅母 好 我徐大广给你发个事 从今天开始 我徐大广发愤做人 努力献上 就算我 不是为我徐大广自己 我也要报答我 乔舅母的知语之恩 小舅母 来 排骨 苦瓜 你最喜欢吃的 你这个魂囚啊 什么本事都没有 从小到大 骗小舅母啊 你本事最大了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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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就这样 对 那我们当伙计点有没有 有有有 真的 你把宫辞了 然后去药饭就有了 酒来了 酒来了 这回多喝点 多吃点 来 干杯 干杯 正点呐 好香 真会吃啊 吃左腿啊 是 你真有口福啊 今天碰上周年大庆 我不计较了 我吃右腿 大家吃 大家吃 来 来 来 我吃完 吃我了 我吃完 你 吃人 我躲着 你现在是男生啊 我等着你回来 你那混蛋你先走啊 开玩笑嘛 怕什么嘛哪来的鬼啊 如果有的话太好了介绍我认识 叫他给我点碧莹自花让我营业 我下半辈子就病头了 那太好了 什么事啊 我们等了十几年了 等什么啊 就是等一个不怕鬼的伙计 叫他到阁楼上看上去搞什么鬼 放下来放下来 我的鸡腿 放什么吧 你想的没有 马上就放下来 不过不是放你下来 是放楼梯下来 来来来 那如果你有种在上面待五分钟的话呢 我们大伙凑五块钱给你 来来来来 够多了 够多了 阿果 够了 有多了 有多了 一分钟一块钱 五块钱待五分钟好了 对啊 对啊 好 太棒了 嗯 上去吧 上去 上上上上 上 什么声音啊 这么难听 这一定是 三少奶奶正在用鬼爪抓东西呢 别羡慕人了 听到了 这么吵 这么难听就算了 赶紧再上吧 哎哎哎哎哎 想留我啊 你太胖了是吧 别这样嘛 顺叔 你听到他说的啊 上面有人在抓东西嘛 瓜瓜生的 妨碍人家有什么好呢 是 将心比心嘛顺叔 如果你在抓东西 我妨碍你也不行啊 做人不能这样嘛 对不对 不行 算了算了算了 要么你偷裤子 要么赔钱 不然就得上去 对 偷裤子 怎么样 好 我上去 我上了 我马上上去啊 有钱赚多好啊 什么人对阿广好 阿广心里有事啊顺叔 是啊 上上上上 上去吧 上了 快上 上 正好拼了 小镇不交过我 佛宫出现 各位鬼大哥 鬼大姐 妖宠闺主 无辱的鬼妙啊 哎呀 阴风阵阵的 我回天井去了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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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千万不要紧怪啊 谢谢 谢谢你们 大头狂胆小 谢谢你们 我等着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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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个玩意 吓死人了 我等着你回来 老鼠啊 别陷糊我好吗 别陷糊我好吗 人家说你是三少奶奶呢 在这儿哐哐哐哐 真是你吓死人了 你们这些臭老鼠瞎叫活 还以为是鬼呢 原来是你们装神的鬼 真漂亮 是洋服啊 女装的 这套真帅啊 男装洋服太棒了 真的这么像我呀 广昌龙三少爷陆运广的浪漫史 借后小芙蓉一顿童话式爱情 成为一时佳话 Autumn 甲行行 甲行行 做人何必 甲行行 你想看 你要看 你就仔细的看看起 不要这样这样装着一半自情 不要这样扮起脸库吓坏来人 不要这样这样装着一半真情 不要这样扮起脸库吓坏来人 假真情 假真情 你的眼睛早已清 流过来 流过去 偷偷摸摸的看不停 对不起 小甜 怎么样 没撞着你吧 这地方好漂亮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们不要笑戴风小姐了 不关她的事你们继续听她唱歌吧 你还不赶快给我滚进去 你还不够丢死人了 小姐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想到会弄成这样 蓉蓉 你也真是的 好好地不留在这里 跑出去凑什么热闹 我 我喜欢唱歌嘛 我只想出去听小姐唱歌学习嘛 蓉蓉 原来你想当歌星啊 怪不得今天晚上你会闯出这么大的祸呢 没有啊 我没有想过当歌星啊 蓉蓉 反正今天晚上你可出尽风头了 每个人都认识你了 小姐 你这个臭丫头 我不打你 你不是认识 丹蓉 还不赶快出去帮我拿杯茶进来 三少爷 怎么样啊 这碗给不给面子啊 我想跟你说 今晚我要回店里查账 下次吧 不要骗我啊 我骗你干什么呢 告辞 你没事了吧 没事 谢谢你啊 三少爷 要不是你 小姐也会把我打死的 小意思 举手之劳 再见 嗯 缘分的巧合啊 三少爷与猪再遇小芙蓉 翘家人飞上枝头做凤凰 哎呀 对不起啊 先生 可不可以帮帮我 我赶时间 我的零片糕不能领你的 哎 管我是不是啊 自己买把伞吧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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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啊 哎呀 完了 这么大雨怎么不躲一会儿啊 哦 我赶时间啊 小姐看我这么久 不买一面糕回去 会骂死我的 现在雨这么大 你又没带伞 拿回去也容掉了 完了 那怎么办呢 拿回去吧 谢谢你啊 我会把钱还给你了 小意思 你当然说小意思了 自从上次 我不小心冲出舞台之后 小姐一点小事就会打我 你不会告诉小姐的是不是 不会 你放心吧 对了 我也赶时间 我不送你了 不用了 我看雨就快停了 这可不一定啊 你的问题变我严重了 雨伞你拿去用吧 不行啊 快点吧 不然你小姐要打你了 嗯 再见 谁伤好啊 哪儿啊 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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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同人不同命 不过 你有女人我也有 我破烂音可是好透了 五分钟了 好散步挡路 真是讨厌 你们臭老鼠不要再吓我了 我为了赚这五块钱 还不够看医生的 太过分了 阿广 这么久还没下来 回上针哪 他已经上去很久了 怎么还不下来啊 是啊 他会不会被鬼掐死了 安全起见 找个人上去看看好不好 是啊 那你就是啊 随便找个人 你抽签吧 你抽签 抽签 抽签啊 你上去看吧 啊 阿顺 抽签啊 大头广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我就是广昌龙的三少爷陆运广 对不起 对不起 大头广 你 你 你不要闹着玩啊 不要玩啊 不要玩 你跟你玩 我在上面算账 你们却在下面吵个不停 我是不是请你们回来玩的 阿顺 啊 赵 大头广真的跪上山了 哦 全站住 阿顺 啊 你最近偷了我们广昌龙多少货 恩 没有 weary 你再不说 我就带你下去玩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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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我说了 我昨天呢 偷了两瓶酱油 四瓶米酒 半袋米 三碟玉扣纸 就这么多 你 你怎么对我家那么凶呢 阿顺 不用怕 你来告诉我 你还做过什么对不起广昌龙的事 没有 真的没有了 没有了 走 走 走 你 你现在又变谁了 你新来的 我就是每天唱歌给你听的三少奶奶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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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怎么会怕痒啊 你这个大头王 捉弄我是吧 不要跑 站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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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大头王 突然跪上村了 你看看 你们干什么 干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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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怎么了 阿顺 大哥 这个就是我跟你说过 这个就是我跟你说过 樊江三帝那个伙计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 我最恨人家装神弄鬼 以后啊 你们在广昌龙再提个鬼子 我立刻把你们抓去坐牢 听见没有 听见了 你啊 立刻给我滚出去 不要再回来 老爷 二老爷 大哥 什么事 你真的不用阿广 那还用说吗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被这混蛋给搅和了 他不是故意的 只是年轻人爱玩 你再给他一次机会 姑息只会养奸 你应该明白 我明白 只不过这个年轻人 我 不糟了 睡吧 我还是想把他留下来 你说什么 你也知道我做事 说一九不回二了 知道 我知道 可是我很想知道 我是不是连累过 小公的权都没有 我在广昌龙这么多年 大哥说一我绝不敢说二 今天我留一个人的权利 都没有 我觉得在广昌龙 太没意思了 你发什么脾气呢 咱们亲兄弟你居然这么说 我知道 因为他长得像三弟 所以 好了 你也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你这个大头广还没有上班 太阳晒屁股了 起床了 太阳已经升到头顶了 你看看你像头大懒猪似的 你是不是又被人家炒鱿鱼了 大头广啊 又偷懒不上班了 妈求神拜佛的 你破离子行不行啊 快点醒醒 我不是不去 不能去怎么去啊 为什么不能去啊 你一定又是偷懒 被人家炒鱿鱼了是不是 我怎么会被人家炒鱿鱼呢 人家广昌龙的二老板疼我都来不及 那差一点点兽足干儿子呢 炒我 那你怎么还待在家里头呢 那你看看 我这个钱额 有乌有黑 乌云盖顶 七色多差距 大头广这个借口好啊 高有创意啊 大哥啊 像你这种借口啊 小命我多的是啊 一定是算命的人给你看过像 说你今天七色不好 恐怕有雪光之灾 不宜开工 对不对啊 对你的头啊瞎搅和 你 我呀 我昨晚一晚上被鬼压 他还说我要再上班就掐死我 你叫我怎么上 是吗 怎么没把你掐死了 你骗过呀 鬼相信你啊 真的 那个女鬼二十几 那个女鬼二十几三十岁 就是广昌龙的三少男 真的假的 真的会有那么凶吗 难说啊 这次呢 我也有一点点相信阿广了 我听人家说过 广昌龙闹鬼闹得很凶啊 是啊 那不要上班了阿广 不要去了 不要去了 不要去上班了 三绿长 开门哪 快去吧 那你们呢 慢慢聊啊 找谁啊 回去睡一会儿 许大广在不在 老头广 找你了 谁啊 正好给工钱 抢拿工钱赶快去上班 上什么班啊 那二老板大发慈悲 跟大老板说好了 我都不开除你了 什么开除啊 广昌龙有鬼吗 怎么上班啊 你还敢说鬼啊 拜托你以后老实一点 别再装三少奶奶吓唬人了 你自己闯的祸 害得我们也跟着挨嘛 你 你 你这个魂球 还说广昌龙有鬼是不是 原来是呢 你装神弄鬼啊 够了 我等着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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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有什么用呢 可惜没他那么命好 下辈子投胎呢 赵和老爸有甜有腻的 就不用没出息了 多好 徐大广 了不起 这洋鬼子可没熟啊 到底是谁 他是石塔石港都 二老板 都这么晚了 你还没走啊 扶我没跟你说过 这个办公室不许人进来的吗 有 当然有了 我尽本分嘛 我什么都要擦他 好 真的很像我啊 这个人呢 真是很奇怪 你的样子跟我三弟 长得一模一样 可是人却差得很远啊 不是说你笨 只不过你缺少了点奋斗心 我三弟运广 从小到大 都不会因为家里有钱 而做人散漫 相反 比他两个大哥 更勤奋更努力 所以我爹很早就把广昌龙交给他打理 生意不但越做越大 人人都知道他本事大 所以有机会跟港都握手拍照 真了不起 阿广 阿广 会不会写字 打算盘呢 我会抬名 我会拖地 我 这样不行 难道一辈子给人家扫地 我也不想 二老板 其实我很想发财啊 那你要用心努力啊 来 送你一样东西 做生意除了要精明之外 还要会算账才不会被人家骗 明天我再把口句交给你 慢慢练慢慢地学 谢谢你 二老板 阿广 从明天开始不要谈玩样 用心做事知道吗 嗯 好 大头广奋斗日 三一得三 逢五计一 三一得三 逢五计一 谁休静啊 天啊 天啊 太太 废址了 导臣 今晚一定要 小处 老板 老板 小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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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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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救命 不要 别过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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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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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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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不要 救命 救命 有鬼 你干什么呀 救命 有鬼 你打我笨蛋啊 还相信你啊 是真的 真的有鬼啊 我们这一次 不会再烧你的大马 不要烦我们了 真的有鬼啊 别再猴大马去睡吧 走开呀 有鬼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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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鬼啊 有鬼啊 救命啊 有鬼啊 有鬼啊 救命啊 有鬼啊 你怎么走路不长眼睛的 当心呢 不要踩到我的衣服 救命啊 救命啊 你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啊 什么事啊 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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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昌龙有鬼 所有的人都知道 人人都见过那个三少奶奶 你怕什么吗 不怕才怪呢 我尿急啊 我家里要尿裤子了 也许他有事要你帮忙呢 鬼神通广大嘛 我能帮他什么呀 你这话就不对了 鬼不一定什么都会呀 有时候很麻烦的 想出个门的都没有办法 你也真是的 你怎么知道鬼的事情啊 走吧 求求你嘛 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啊 我不会害你的 我不会害你的 你相信我 你怎么了 小芙蓉缠着大头广 原来是要大头广 帮他拿雨伞和烧路票 为什么鬼魂上街 要人为他打雨伞和烧路票呢 以前电台很流行讲故事 说书的人说故事你听过很多了 一个女鬼 亲身说出她自己的故事 你有没有听过呢